这个世界上最悲观的人格就是内耗性的人格 这类人格的特点是内心系特别多 一不小心就能触发他的这个猴子来想 过度追求完美 那道事情很难自我调解 同样的事情别人可以轻松的应对 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纠结 还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难过好几天 如果你也是内耗性的人格 那今天这三个方法呢 会帮助你减少内耗 终结掉你的迷茫人生 第一要减少信息输入 只会安静思考 现在手机上高密度的信息 不断的给你的大脑施加压力 像吹气球一样消耗你的心力 所以要每天给自己10到20分钟的独处的时间 注意不是让你发呆 而是让你专注在自己的身上 你可以闭上眼睛感受自己的呼吸 感受自己身体的部位和地面接触的感觉 感觉你的面部和空气接触的感觉等等 这有助于你的能量的恢复 第二要远离消耗你的关系 我们的内心定力很不够强大 做不到屏蔽且消耗你的人和物 那很容易受到他人影响 所以说要明确你的边界感 建立正确的认知 时时刻刻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关心自己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健康 第三要让自己忙碌起来 把你的精力消耗在外面 那些充实并且有意义的事上 比如运动打扫房间 清静大自然 或者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 做一些有创造力的事情 能带给你全新的感悟 也可以是一项实用的技能 总之让你忙碌起来 关注我 带你脱离内耗 获得内心的宁静和幸福